因为第一天上班要迟到,吉米骑着心爱的小摩托闯过了第八个红灯,下一秒警车就急迟着朝他追了上去,可他竟然从容不迫地将车停在了警察局门口,还十分嚣张地给追来的警察留下一句话 吉米是新来反恐特警队报到的菜鸟,不出意料,队长红都给吉米来了一个下马威,第一天上班就迟到而且还穿错了制服,你小子这点儿郎当的样子哪里像个特警呀 吉米毕竟是犯错在先,坦然接受了批评,但随后却说道 大家都心照不宣,其实这小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嘛,欢迎来到文明城市洛盛都,这不超硬核的警匪美剧反恐特警组,第一季第一集正式开庚,反恐第二零小组今天的任务是维护黑人社区的治安,但这可不是一场简单的聚众抗议闹事,因为昨天一名白人特警在追捕军火犯事,误开枪击中了一名无辜的黑人平民,引起了黑人社区的高度不满,带头抗议的是当事人的大表哥 但就当他在台上慷慨陈词的时候,不然一旁有人当场被击毙,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接着又有一名警察中枪身亡,很快洪都就锁定了狙击手的大致方位,只见闲眼包吉米顶着子弹就冲了上去 好家伙,感情这是拿自己当超人的呀,就连屋顶的狙击手也蒙了,但当吉米和组员们陆续赶到屋顶时,枪手已经逃离了现场,当然了,一顿爱的教育肯定又少不了了 这么急着去死,你是赶着要去投胎吗?此时吉米都快委屈死了,由于刚刚又死了一名白人平民和一名白人警察,而且监控拍到枪手是一名黑人 这下引起了上面的高度重视,将这次袭击定义为种族歧视报复,应对办法无外乎就是打压黑人社区 派人挨家挨户调查,说是调查,其实就是用些手段逼他们交出枪手,顺便打压一下黑人社区 洪都听后当然不乐意了,为此竟然当面顶撞上级,下场就是盘问的事情叫给了其他小组 而洪都只能带着组员们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他这暴脾气绝对忍不了呀 于是洪都打算私下调查,毕竟黑人社区可是他生活的地方,没有哪个警察能比他更熟悉了 第一站来到社区村口的理发店,要知道这里的老娘们,那可都是堪比专业的情报人员呀 就没有他们坐在一起聊不出来的事情,前提是需要洪都出卖一点点色相而已 很快他们就顺藤摸瓜查到了一家废弃车厂,老板大胡子十分不友好 虽然这家伙很可疑,但毕竟洪都手里没有证据说明他和枪手有关系 偏偏这会儿对讲机里又响起了其他小队需要支援的通知 原来是负责挨家挨户盘问的特警小组捅了马蜂窝 他们将几个所谓的坏孩子安在地上盘问,惹得大伙们聚重抗议 多亏洪都赶来得及时,以自己的生育保证这几个孩子不会出事 这才勉强将众怒压了下来,可转头电视台又接到了匿名恐吓电话 有人放出狠话会在黑人社区学校门口杀害两名黑人儿童 这明摆着就是为了报复黑人枪手拘杀白人警察和平民的事情吗 于是上级只好安排特警组全天候在学校周围保护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表哥良心发现主动找上了洪都 他有些害怕了,不想再有人因此死掉 所以纠结了很久,将自己知道的信息都说了出来 原来大表哥的发小就是一名狙击手 刚好这几天人又联系不上 他怀疑公园枪杀白人警察是发小干的 接着洪都带人找上了门 房间里只有两个无关紧要的小喽啰 队员们三下两下就搞定了 而那名狙击手已经离开了这里 可他们发现墙上竟然贴满了抢劫银行的计划 还有一张合照 其中里面就有那名狙击手以及废弃车场的大胡子 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呀 借用黑人小哥遭特警枪击事件 导演了一出公园狙杀白人警察 又恐吓要在黑人社区学校杀害儿童 这都是为了激化矛盾 给他们抢劫银行做铺垫而已 总算搞清楚了来龙去脉 洪都带人找到了那名狙击手的位置 女队员克里斯一枪将他击毙毫不留情 果然能当特警的都是狠人了 与此同时 那家废弃车场的大胡子等人也不见了 原来那些人已经开始了抢劫计划 不远处银行触发警报引来了几名特警 紧接着就被埋伏已久的劫匪一炮轰飞 多亏特警车辆够结实 里面的人挣扎着向外爬 可暴躁的劫匪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就在劫匪即将得手时 突然 解决掉几名放松的劫匪后 第二龄小组其他队员们也开车支援了过 他们要赶着去收拾正在抢劫银行的劫匪 可这该死的耍库飘移 除了闲眼包吉米还能是谁呢 最后三名劫匪已经完成了抢劫打算跑路 听说过真正的美式截停吗 吉米老师亲自给老特警们上了一课 好家伙 这一招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估计让红都看到这一幕 又该朝吉米一顿疯狂输出 接着队员们朝两名劫匪而嗷射击 可人家全副武装就好像挠痒痒一般 最后只能靠非铺肉搏搞定了两只小咖了 而最难对付的那个大胡子则留给了吉米 两人叮当五六的打了不知道多少个回合 总之是难分胜负 大胡子打算不要脸拿枪射吉米 却没想到红都的突然出现 自此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他打算干跳大的 却连门都没有出去就被特警堵在了家里 但小红丝毫没有慌张 甚至主动邀请特警们进来做作 原来第二零小组正在抓捕一名逃犯 而这个外号叫小红的靓仔 则涉嫌窝藏犯人 可房间里逃犯没有找到 却发现了足够抽整整一年的电子烟和麻油 显然这是小红专门为逃犯老兄准备的 但为了撇清自己的麻烦 小红想都没想当即决定反水 可真拨通电话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小子可他们真会玩啊 这样一来第二零小组的抓捕任务就难上加难了 因为像这样的逃犯总共有四个人 虽然他们各不相干 但另外三个人都与主犯刀割绑在一根链子上 所以为了活命 他们选择了一起逃跑 其实那三个人都好说 关键这个叫刀割的才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谋杀性侵抢劫勒索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抓捕四名逃犯的任务上级分派给了两个小组 而第二零小组这边出事未解 被小红给摆了一刀 这家伙几乎是自己抢银行送上门了 但真是一家欢喜一家仇呀 竞争对手的一通冷嘲热讽肯定是少不了了 说什么来什么 第二零小组很快就查到了一名逃犯的老窝 咱就说这小子能奇葩到什么程度吧 他居然怕自己可爱的小宠物们吃不饱 冒着被抓的风险回来喂食了 这场面得通知动物管理局了吧 可抓人的活总得有人干嘛 当然是交给天不怕地不怕的卢卡 好在这东西还算听话 不然卢卡就交代在这里了 接下来红都打算再去会一会小红 这次他和迪肯两人决定空手套白狼 故意告知小红他的逃犯兄弟已经被抓了 以此来套取他的口供 但小红这个老油条也不是白给的 可你瞧瞧红都怎么干的 他和迪肯俩人一唱一和 将如何查出线索又如何展开抓捕 再从枪击到逃犯反抗再到医院抢救 白货的会声会色就跟真的一样 说完俩人扭头就要走 这下小红急了 嘴皮子一秃露就将好兄弟的信息都说了出来 于是第三名逃犯也被红都抓了回来 但由于这家伙太不老实就被关在了后备箱 为了迎合他的出场方式 红都还特意为自己配备了一把线弹电击枪 随着后备箱门缓缓打开 一个镖形大汉静直窜了出来 但任凭你功夫再高也怕子弹吧 这样一来第三名逃犯也搞定 当然了 红都可不会放过这个回敬对手的好机会 这下只剩一个无恶不作的刀哥了 因为这位母亲曾经出庭指挣过他 所以红都派了两名手下全天后保护他们一家的周全 但两天过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天红都忽然发现一个可疑的小子 据队员所讲 这小子两天来一直没日没夜的骑个自行车在门口晃悠 身后还别着一把刀 乍一看以为他是给刀哥盯梢的 但其实这小子是想亲手剁了刀哥 原来刀哥曾经因为点小事砍掉了他老爸的手 而且那家伙还十分好色 迷上了自己的漂亮表妹 没进去之前就想强迫表妹嫁给他 好家伙 还是个超级情种 可就在他们谈话期间 刀哥已经闯进表妹家 亲手绑了未来老丈人 死活就要得到老丈人的祝福 但人家怎么可能把漂亮女儿嫁给一个魂球呢 于是刀哥就逐渐失去了耐心 忽然外面响起了车铃铛的声音 一看是特警找上门了 刀哥临走前要不来上一刀 也对不起他刀哥的名号 完事就胁迫着表妹从后门溜了 刀哥前脚刚跑 红都就杀了进来 他透过模糊的车窗记下了车牌号等信息 想去追击时又想起了受伤的男人 思索再三还是选择了先救眼前人 同时也将嫌犯驾驶的车辆和车牌号信息 以及大致逃跑路线 用最快的速度通报给了总部 果然专业的事情还得专业的人来干 当然男人也很配合 他忍着疼痛等红都会报完后 将刀哥可能藏身的一处地点说了出来 因为女儿曾经被刀哥带去过那个地方 很快反恐特警们就包围了这里 但刀哥藏身的木屋一手难攻 而且这家伙持有全自动武器 还有打不完的子弹 手里又有表妹这个人质 队员们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依靠重金属防暴特警车缓缓靠近 要说关键时刻还得是红都呀 这老小子为了秀一波神操作 特意从总部掉了一架直升机赶过来 他扎轮马不架好枪 只要队友用烟雾弹将嫌犯逼到窗口位置 而下面的特警们是从低打高 根本瞄不到嫌犯 只能将希望都寄托在红都的身上 嫌犯被一枪毙命 表妹毫发无伤 其他队员们都惊呆了 这也许就是一个反恐特警队长该有的水准 可第二天 第二零小组在抓捕一伙贩毒集团时 竟然被人耍得团团转 连防暴特警车都险些破 这又是啥情况啊 他立志做一名恐怖分子 却没想到第一次制作炸弹竟然如此轻松 只要宁锦最后这颗螺丝 他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然而下一秒 果然比起梦想什么的 还是脚踏实地比较靠谱呀 爆炸过后现场一片狼藉 防暴组在废墟中找到了很多制作炸弹所用的材料 以及千酸电池 销售这种电池的商店不超过十几家 好消息是反恐特警组很快就查到了这家商店 监控录像中能清楚地看到 炸弹客购买了八节电池 还有一大堆安岩机 这些量足够炸飞一整个街区了 但是别忘了还有坏消息 爆炸现场所找到的材料远没有这么多 而且炸弹客还有一名共犯 他叫凯文 和炸弹客是同学关系 一个月前已经辍学了 谁也不知道这小子接下来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但能肯定的是他手里有着大量炸弹 是个极度危险的目标 于是特警组一路旁标朝着凯文的住址前进 可偏偏这个时候身后又发生了恐怖袭击 如此规模的爆炸一定会伤亡很多人 这下麻烦大了呀 被炸毁的高楼是一家大型证券公司 在这里上班的大多都是富人 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次爆炸竟然丝毫没有伤到人 因为凯文放下炸弹后 居然打电话报警说有炸弹威胁 可是恐怖分子的目的 不应该是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吗 所以凯文的举动明显说不通呀 队长红都猜到凯文一定不会傻到回家等着被抓 但按流程来讲肯定要搜上一搜 吉米谨慎的来到窗外 用装备探测到屋里并没有人 但有没有炸弹就不好说了 所以接下来轮到拆弹机器人出场了 特警操控这小玩意儿打开了门 可刚进去就触发了引爆装置 房子和机器人炸了不要紧 里面所有潜在的证据可就没了 幸亏这个炸弹的影线足够长 还在机器人能抢救的范围之内 不得不说 这个炸弹做的也太low了吧 接着特警组在几篇论文上发现了猫腻 原来两名炸弹客都有着极端的仇富心颖 这种心理并不是仇视一切不忍 而是只针对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报复的人 顺着这条线索 特警们打算来炸弹客的学校碰碰运气 果不其然 按照其他教授所说 两名炸弹客的转变是发生在一节课堂上 从那之后还在学校组织过几次抗议活动 而且这名授课教授也是一个极端仇富的人 在学校里很不招人待见 为此校方甚至打算将他开除 与此同时 凯文在教授的蛊惑之下 已经准备来炸学校了 因为教授对他上次爆炸没有造成伤亡的事情很不满意 所以这次行动之前特意嘱咐了两句 凯文本打算找个人少的地方安置炸弹 却没想到鬼使神差的和特警来了个擦肩而过 接下来就是一路狂飙 特警在后面而而追 直到凯文逃进一间教室 接着从包里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炸弹引爆装置 教室内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只要凯文松开手两头一连接 整栋大楼都会和他一起陪葬 鉴于凯文的状态很不稳定 无奈之下特警只好选择暂时撤出教室 几分钟后警方成立了临时指挥所 但谈判专家最快也要20分钟才能到 凯文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炸弹 队长洪都等不了了 他要亲自进去谈判 并且拒绝了穿防报复 洪都快速翻阅了教室里被挟持12名人质的资料 他虽然有谈判资格证 但上级依然极力阻止洪都这样做 按流程也轮不到他上 等FBI来就好了 没必要赶着去送死吧 可是洪都就人心切他等不了了 千万别以为他只是一时冲动 因为洪都早就想好了应对办法 进去之后 洪都首先提出教室里一个女孩患有心脏病的事情 然后用自己换出他 如果凯文同意交换 说明他还没有到无可救药的程度 接下来洪都收起配枪 趁着凯文稍稍放松警惕的时候 他缓缓向前靠近 尝试着与凯文友好沟通 问出他这么做的真正目的 原来他认为那些站在财富顶端的人都是强盗 他们骑在穷人的头上肆意妄为 凯文试图要用暴力改变这一切 可洪都一句话就让他冷静了下来 因为他就出生在贫民窟 靠着自己的努力往上爬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凯文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偏偏这时候教授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就躲在教学楼的楼顶 看着学校被特警轮围的水泄不通 他有些着急了 催促着凯文抓紧引爆炸弹 凯文的内心很矛盾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洪都拿出了杀手锏 他开始点名 尝试用在场许多同学的精力唤醒凯文 有的学生家境贫困只能靠自己勤工俭学 也有的学生父母大字不识一个 却依然在供自己上学 他们想靠知识来改变命运回报父母 听到这些凯文突然有些后悔了 而另一边 特警也在楼顶发现了这个罪魁祸首 但是教授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他放弃了抵抗 好在特警们早就料到了他会来这么一招 没有了教授的妖言祸重 凯文仿佛失去了主心骨 只见洪都缓缓拿起了一本书 这个时候他只需要安抚住凯文 然后像个领导一样不停地给他画大笔 慢慢地 这小子的内心就崩溃了 最后在所有人忐忑的目光之下 凯文投降了 他放弃了抵抗 开始跪在地上不停地道歉 最后的最后谈判专家终于赶到 所有人也都为洪都捏了一把冷汗 这几名反恐特警莫名其妙闯进顶级富豪家中 不仅将人绑架掳走了豪华钻戒 还轻车熟路地抢走所有高级珠宝和名贵手势 甚至光打劫还不够 他们又瞧上了眼前这名亭亭玉立的少女 在父母痛苦地哀求生和女孩无助的豪哭声中 他被强行压上了楼 几分钟后一辆巡逻警车停在了外面 街警收到豪宅触发警报过来查看 可开门迎接他的却是一名冒牌特警 短暂交火后街警选择了先去搬救兵 没过多久 正牌反恐特警也出动 可劫匪没找到 却迎来了男主人的偷袭 因为他已经分不清真假特警长什么样了 好在这对母女还算理智 女孩看到眼前有一名女特警 他这才放松了警惕 一头扑倒在克里斯的怀中 但不可思议的是 稳定下来的父亲竟然自认倒霉 他根本不在乎那些被抢劫的名贵珠宝 一心只想赶快打发走眼前的警察 好让自己的女儿冷静一下 经验丰富的特警们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隐情 那些劫匪一定对女孩做过什么可恶的事情 因为这已经是半个月以来 富人区发生的第二起类似事件了 上一家受害者同样有一个女儿 也同样选择了自己认灾 按理说正常人被打劫后 不应该求着警察破案追凶吗 可这两家为什么都选择了不了了之呢 考虑到被抢走的高级珠宝一定很难出手 下巧菜鸟吉米认识一个倒卖珠宝的发小 而且在道上还小有名气 专门收一些好东西 于是这四名劫匪就上钩了 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后 特警们只锁定了一名劫匪 没想到这小子还挺能装逼 可能是当假特警当上瘾了吧 拿把枪就以为自己能上天了 结果被赶来的吉米用车门当场拍晕 他的包里装的正是刚刚打劫来的珠宝 另一边成功逃走的三名劫匪之间也起了内惑 其中两人在想着赶快逃命 而另一人居然还想再干一挑大 为此他一路之下干掉了自己的同伙 这样一来想逃命的那个人也妥协了 到时候分赃又能多拿一份 律师来之前什么都不肯说 估计想从他的嘴里拿到证据是别想了 所以眼下的切入点依然是那两名受伤的女孩 他们在得知其中一名劫匪被抓后 似乎感觉到很害怕 因为真相很快就要揭开了 他们的秘密也会公之于众 女孩很关心劫匪手机里的视频会不会公开 原来手机里有劫匪羞辱他们的录像 之所以两家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 原因就是劫匪在用录像威胁他们 如果敢报警的话 视频就会出现在各大网站上 所以他们的父母为了孩子着想 当然不会继续追查下去了 接着特警组给两个女孩看了劫匪在珠宝店被监控拍下的照片 其中一个小子他们都认识 或者说是在酒吧都搭上过他们 但被他们拒绝了 而他们各自去酒吧时都有一个相同的朋友 她叫莉莉 一个住着豪宅每天混迹在各大酒吧挥金如土的女孩 队长洪都推断女孩可能会是劫匪的下一个目标 为此还打算给她当两天保镖 可这个小牛竟然想偷偷在特警们的眼皮子底下开溜 你真当警察都是吃干饭的呀 而更过分的是 她的手机里竟然有那两个女孩被羞辱的视频 但你绝对想不到 她居然把这一切都轻描淡写的说成是恶作剧 而且装作毫不知情 原来她恨那两个好朋友 因为他们曾经在自己被男生说成当负的时候没有帮她 审讯室外 两名受害者亲眼目睹了审讯过程 他们不敢相信曾经的好同学好朋友 竟然因为那点破事就如此狠心报复 这时两个女孩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莉莉前段时间刚被土豪男朋友给踹了 就她这小心眼肯定也会实施报复的 果不其然 劫匪的目标就是她家 但他们还没有得逞就被反恐特警给包围了 接下来真特警打算给假特警上一课 只需要靠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就能轻松搞定这俩冒牌活 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劫匪被眼前这个小东西吸引了过来 而这个时候特警组趁机破窗而入 失去了人质的劫匪只能逃命 胆子小的这个选择了当场投降 另外一个不怕死的就比较惨了 事后胆小鬼共出了利益 一边是为了报复朋友和前男友 一边是为了钱财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场悲剧 这看似是一场超然刺激的极限飙车 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抢劫这几辆超级轿跑 眼前的擎天柱被缓缓截停 为了活命 司机只能拾去的高举双手服软 但这帮人根本没有人性 随便找一个理由就结束掉了他的生命 赶来的吉米是一名卧底反恐特警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几个飙车党竟然下手如此狠毒 因为这次卧底行动是吉米到反恐特警前的案子 几个月前那伙人失去了联系 而现在又突然冒出来 主动签上了吉米这个买家 最关键的是这伙人背后的大佬叫尤里 他可是所有调查部门都盯上了一块大肥肉 这家伙是削高端脏物的领头人物 豪车珠宝艺术品一样也不辣 谁要能抓到他 那绝对是大功一剑 虽然论查案反恐特警组不如联邦调查局和其他部门 但眼下有吉米这条线 岂不是天赐良机吗 就连他自己都已经两眼猫光了 可队长宏都一盆冷水泼了过来 因为他知道尤里并不好有 上一次FBI派去的卧底被他挖出了内脏 本以为这么说能下退菜鸟吉米 但他并没有退缩 因为吉米想要在反恐特警组证明自己 很快尤里就在一家满市警察的餐厅里约见了吉米 之所以他敢大摇大摆的出现 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能抓到他的犯罪证据 鉴于昨晚抢车杀人时吉米的表现不错 所以他通过了尤里的第一道考验 今天来是想进一步的试探 偏偏这个时候一名不长眼的同僚认出了吉米 幸亏特警组队员及时打掩护 这才没有让吉米暴露 接下来无非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尔虞我诈 你骗骗我我骗骗你 总之尤里最后相信了吉米 他们约定好了交易地点 到了这天反恐特警组提前在交易地点布置好了埋伏 就等于而乖乖上钩了 可偏偏这个时候事情出了岔子 尤里特意驾驶着心爱的超级跑车赴约 这可是一辆专门定制840匹马力的大家伙 吉米一眼就瞧上了这辆车 心想搞定尤里后绝逼要在市区开上几圈 接下来交易如期进行 却没想到半路突然杀出一伙蒙面枪手 为了保证吉米的人身安全 反恐特警组也只能出手 两边都没有料到这伙凭空出现的蒙面 他开上跑车带着吉米离开了现场 而警车根本就追不上他 事后一番调查才真相大白 原来这伙枪手是罗斯密黑帮的人 他们之前与尤里合作过 这次是想来一个黑吃黑 于是帮派大佬被请到了反恐特警组做客 光头本来的计划是杀掉尤里黑掉前合伙 但眼下他失算了 尤里一定会展开报复 所以为了活命他选择和特警组合作 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而另一边 吃了败仗的尤里势必要揪出身边的卧底 不光只有警察的卧底 还有罗斯密帮派的 他查到一名手下用了假名字 于是打算惩罚一下 用细细的绑带勒住了男人的脖子 只要稍稍一用力 心慌恐惧所产生的窒息感就能让他生不如死 这样下去早晚都会查到吉米的头上 趁着尤里在调查手下的期间 吉米打算策反这名胆小的黑客 看准他不想死在这里 吉米答应会带他活着离开 并且悄悄透露出自己反恐特警的真实身份 只要这小子能利用那辆跑车上的定位系统 连上网发出求救信号 反恐特警总部就能找到这里 所以接下来吉米要闹出点动静 给黑客小子争取到时间 吉米分析出这对黑人夫妇就是黑吃黑的始作俑者 因为只有他们是最大获益者 吉米利用这一点 故意向男人大打出手 趁着这功夫黑客小子也行动了 没过多久 反恐特警总部就收到了求救信号 但原水解不了尽口 很快有理的好脾气就被磨美了 身边养了这么多卧底 他竟然毫不知情 一气之下打算统统收拾掉 第一个就是这名撒谎的小老弟 接着轮到了黑客小子 尤里以为刚才他要开自己的豪车跑路 但关键时刻吉米出声阻止 他谎称以为那辆车是防弹的 所以才想串通黑客小子一起逃跑 于是尤里也赏了他一根绑带 这个位置虽然不会有窒息感 但一分钟之内绝对会疼得难以窒息 接下来这小子还是没有逃过被勒的命运 但与此同时克里斯也爬上楼顶 占据了有力位置 就当尤里下令干掉吉米的同时 克里斯出手了 听到以枪声为信号的队员们冲进仓谋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掉了几名小喽啰 吉米及时得到了救助 尤里也被红都用一根手指打得再也爬不起来 黑客小子捡回了一条命 这绝对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菜鸟吉米成功逆袭完成了任务 第二零反恐小组其他队员也跟着沾了光 但吉米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他始终都惦记着尤里的那辆超级跑车 送到扣押所之前他想拍几张合照 红都当然明白这小子的真实想法了 因为吉米对这种超大马力的跑车毫无抵抗力 又岂会是拍几张照片那么简单 这些反恐特警是真牛逼 因为要抓捕一名躲在18楼的罪犯 第二零小组一大早就做起了有氧运动 这次目标是一个超奇葩的屌丝男士 他绑架了单位所有同事 原因竟是因为这些人在背后嚼舌根 嘲笑他被同一个女人拒绝了三次 没错 就为了这点逼事他要惩戒这群事逼 但这会儿第二零小组也没闲着 先是探测镜 然后是定向爆破炸弹 接着只需要在特警门靠近玻璃之前引爆炸弹 一场完美的突袭就成功了 考虑到屌丝男士只是一式冲动 所以暂且留了他一条小命 其实屌丝男只是个小插曲 接下来要发生的案件才是真的超级奇葩 自从美国加州大麻合法化后 药店就变成了年轻人的天堂 但同时也成了劫匪们打卡抢劫的网红景点 因为这种药店从来都不缺少现金 劫匪每次来都是满载而归 可偏偏今天这家让他们失望了 盒子里只有几百块 售货员又不知道保险箱密码 所以三名劫匪准备转战下一家 但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那三名年轻人打算见义勇为 明明说好了三个人一人搞定一个 可看到兄弟们上了 这个小老弟竟然双腿不听使唤愣在了原地 当然了 结果可想而知 被摘掉头盔的劫匪彻底目了 毕竟江湖规矩只要看到劫匪的脸 肯定是死路一条 但轮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他却手软了 咱就说你都杀俩了还差这一个吗 劫匪可能是看在这小子服软的份上牢过了他 殊不知已经留下了后患 直到几分钟后 反恐特警组接手了犯罪现场 劫匪急于逃命 留下了一把改装过的现弹枪 而且他们穿的是摩托车手服装 逃跑工具也是赛季摩托车 刚好队员小谭有一个线人是改装摩托车的 说起这个女线人就有意思了 小谭当初能够破获大案 晋升到反恐特警组 那都是人家的功劳 而且俩人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 但当爱丽三年后再次见到这个复兴汉时 气就不打一处来 因为警队有规定 不能和线人之间扯上男女关系 所以当时小谭为了能留在特警组 选择了离开爱丽 偏偏这个时候又找人家来帮忙 爱丽当然不会给他好脸色了 但谁让小谭脸皮够厚呢 在死缠烂打之下 爱丽总算答应帮忙打听那三个劫匪的线索 前提是只和小谭的同事沟通 毕竟人家还生着他气呢 通过那名侥幸活下来的年轻人提供的画像 爱丽认出了这名劫匪 因为不久前她带着表弟和女朋友来改装过摩托车 而且他们在圈里也小有名气 还参加过越野巡回比赛 虽然有了这三个劫匪的信息 但还是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 与此同时 帮他们改装线弹枪的人也找到了 而且这家伙是老手 家里门窗都经过加固 硬来太麻烦了 毕竟投铁的特警组偶尔也需要智取一下 克里斯以新搬来邻居的身份上门掉了 假装快递员送错房间号 将包裹放在了男人的门口 其他队员则埋伏在外面 只要嫌犯敢露头 那绝对成了小趴菜一个 这家伙只负责改装武器 从来不打听人家干啥用 毕竟这是道上的规矩 但除了那三把线弹枪以外 还有一把电击刺枪 这玩意儿是用来解除电网护栏用的 可上次被抢的药店并没有安装电网 所以接下来他们应该还会作案 眼下不知道劫匪的确切行动 队员们也只能严阵以待了 但到了晚上 小谭坐不住了 这前女友不见还好 见过后小谭越发觉得自己亏欠于艾力 于是就想着怎么补偿一下 夜深人竟孤男寡女的 聊着聊着俩人就进入了正体 到了第二天早上 熟睡中的艾力突然被一条手机短信叫醒 原来是她昨晚托朋友 查到了那三个劫匪要抢劫的目标 这会儿他们已经朝着那家药店去了 艾力不紧不慢地把话说完 可小谭听后立马就要替裤子走人 艾力的一番话意味深长 但小谭的脑子里只想着抓坏人 却忽略了艾力真正的想法 另一边 劫匪已经解除掉电网完成了抢劫 本以为干完这一票就能远走光飞了 可偏偏这时候反恐特警组出现 驾驶着黑色背地一路围追堵截 迪肯率先开枪击中了一个 自己放倒的当然要自己来搞定 接着吉米骑上了劫匪的小摩托 配合着队员们将其余两人堵进了小胡同 结果这俩憨憨自投罗网了 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因为劫匪先前已经打劫了十几家药店 赃款将近二十万 可眼下劫匪也傻眼了 明明钱就藏在了地板下面 现在却不翼而飞了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人洗劫了他们 小谭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等他火尽火燎地赶到艾莉的住处时 人早已经不见了 只给他留下了一封信 小谭哥这次被伤得不轻呀 估计要郁闷很久了 你知道在美国最赚钱的黑色产业是什么吗 贩毒绝对算是数一数二了 但你知道毒贩最害怕的又是什么吗 警察算一个 另外就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劫匪了 这火蒙面劫匪正在打劫洛杉矶 韩国城最嚣张的黑帮独窝 也难怪这名小头头会感到震惊 因为在韩国城的地界 从来没有人敢打他们的主意 但他到死都不会想到 这群不要命的劫匪 竟然是一帮训练有素的反恐特警 原来这是一场反恐特警组 与缉毒局的联合秘密行动 因为行动前已经锁定了多名中小头目 并且在他们的手机上装了窃听器 只要这群小头头将抢劫的事情逐级向上汇报 大概率就能揪出幕后隐藏的大Boss 还别说 事情果然在朝着预计的方向发展 全城的帮派成员都在打电话寻找劫匪的下落 最终警方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叫威尔的人 但事情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这小子是一家连锁银行的副总裁 洗钱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身边的手下也没有一个好东西 名下资产更是多的离谱 看来只要将这小子抓回来审讯一番 就离破案八九不离十位 面对持有逮捕令的特警 嫌犯表现得十分镇定 可人家的保镖不乐意了 男人面对多名持枪反恐特警 非但不慌张 反而故意出言挑衅菜鸟吉米 行李的小豹脾气上来肯定是忍不了 但就在两人近身搏斗的时候 嫌犯腰间的配枪意外响了 险些造成伤亡引起群众恐慌 虽然吉米及时制服了嫌犯 却也享受了队长宏都一顿爱的教育 但红都绝对想不到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被这句话啪啪打脸了 接下来联合组趁热打铁审讯了威尔 可这小子一声不吭 且脸上毫无情绪波动 直到几分钟后私人律师的出现 两百万的保释金说交就交 显然威尔的背后还有隐藏大膀 好不容易抓来的人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掉了 无奈之下 联合组只能在威尔的车上安装了追踪器 一路追踪到了某个停车场 威尔似乎是来见什么大人物 上了另外一辆车 而追踪器则被装在了其他车上 特警们虽然很快就意识到被人耍了 却已经为时已晚 在找到威尔的马沙拉帝时 车上坐的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杀人手段是标准的韩式勒法 工具则是炼锯片和挂锁 比起一枪毕命这样更有标志性 典型的杀人灭口呀 但更过分的还在后面 因为帮派要拿回被特警组抢劫的毒砖 他们试图绑架嫉毒局女警探的小儿子 却没想到这孩子机智的很 怎么骗都不肯上车 直到女人用男孩的奶奶作为要求 很快女警探就收到了绑匪打来的电话 如果想要儿子活命 必须一个人带着那些被抢走的毒砖去交易 估计搁谁摊上这种事情都会慌吧 他也不例外 眼下无外乎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在毒砖里放上定位芯片去交易 但人家也不是傻子 既然能找出车上的追踪器 也一定能探测出定位芯片 要么就是用小苏打伪造毒砖去交易 等绑匪和人质出现在实施救人 可通常毒贩身边都会带一名药剂师 这样一来就十分危险 但只有这个办法是合理合法 上级也表示同意了 很快毒砖的替换品就搞定了 可女警探却无故失踪 一起失踪的还有那些抢劫来的真火 看来这是她偷偷一个人去和绑匪交易了 如果被上面发现的话绝对会蹲大运 后果十分严重 红都和女警探的私交很好 所以她已经将假货放回了政务室 接下来她要去救人 通知队员们只是不想让他们插货进来 丢掉饭碗的事情红都一个人来 可刚走出特警队的大门 就看到队员们全副武装在等她 还追踪到了女警探的手机定位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就抓紧行动呗 与此同时 女警探正独自和绑匪现场交易 他们果然带了药剂师 但拿到货后并没有打算放人 而是杀人灭口 好在红都及时带人杀了过来 女警探就而兴气 为了问出儿子在哪里 险些就将绑匪给勒死了 失去了理智 幕后主使拿不到那些活 是断然不会杀人灭口的 听到红都这么说 他总算平静了下来 接下来队员们发动了各自的线人 多亏卢卡这老小子在韩国城 有一位相好的 他冒着被打的风险 打听到了肉票被绑的地方 那里是帮派的地盘 搞不好还能顺到抓几个人贩子 卢卡这小子果然有一套呀 当然啦 虽然查案不是反恐特警擅长的事情 但踹门和抓人这种小事 自然是手到擒来 听到男孩的求救声是从这个房间里传来的 为了以防万一 红都特意换上了橡胶子弹 当门被踹开的时候 男孩正被那个女人挟持着 女人妄想让特警放了他 这是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了 人质成功获救 母子团聚 女警探也决定为了家人提前选择退休了 毕竟人格有志嘛 可案子并没有结束 被抓的女人只是个小头目 她宁愿蹲大狱也不肯交代出幕后主使 头号罪犯仍然逍遥法外 但红都的脾气大火都知道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查出真相 红都追查了那个女人的通话记录 其中有两个电话很可疑 目标人物是洛杉矶最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显然这中间涉及到的层面 已经不是反恐特警队能搞定的 即使是上级也不能立刻拍板决定 但红都的倔脾气上来可不比几米差 你猜他咋干的 他竟然主动找上了大开发商 当着董事会的面一通案情分析家道德谴责 红都这么做 是为了让他不要再去找那对母子的麻烦 也许红都带吉米来 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 可管他呢 反正红都震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知道反恐特警的感知能力有多可怕吗 无待吹牛的 如果是你在边等红灯边打电话的情况下 又突然遭遇到隔壁车的偷袭 估计你连自己车的道挡怎么挂都忘了吧 反正我是已经懵逼了 当然了 这种小场面对于身经百战的红都来说 都只不过是小case 宝子们 这种超暴力的美式截停可千万不要随便乱学 红都凭借着硬核的身体素质和枪法 硬是当场击毙一个又重伤了一个 这仨倒霉杀手怎么也没有想到 来起来还生龙活虎的 一眨眼的功夫差点就被全歼了 之所以红都会遭遇杀手灭口 都是因为他在调查洛杉矶韩国城一名叫金爷的大毒孝 目标人物可以说是黑白两道 表面上是房地产大亨 背地里却在通过帮派组织进行贩毒 而红都让他损失了2500万的户 一下亏了这么多钱 搁谁身上那不都得心疼几天呀 可见于红都现在既是受害人 又是唯一的目击证员 所以上级不允许他继续参与调查和追捕 虽然气不过上面的安排 但红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因为他记下了一名杀手脖子上的纹身 那是一个帮派特有的标记 于是特警们很快就通过线人找到了其中一名杀手 然后又威逼力又套出了另外一个人的信息 可抓捕这小子的时候属实费了点劲 如果再来晚一些他就要拿着钱跑路了 好家伙 干掉一个特警的定金才2万块 红都的小命也太廉价了吧 但即使抓到了杀手也没什么用 因为他们只是拿钱办事 根本不知道背后的雇主是谁 只晓得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人 而另一边 金爷为了赌那2500万毒资的窟窿 正在找人牵线搭桥向银行贷款 可他绝对猜不到 红都多损呀 竟然主动找上银行贷款负责人 悄悄透露金爷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洗钱走私贩毒以及谋杀警官 反正他早晚都得被抓进去 女人听后都快感激死红都了 就诧异身相许了 当金爷听说银行贷款被红都给搅和黄 那气得当场就在大街上发飙 可这才哪到哪啊 还有更气人的呢 红都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当场嘲讽他的机会 但红都这么做可不仅仅只是为了出口气 因为金爷的资金链断了 他的那些黑色产业也被警方监控 所以他谋划了一场骗局 将一些有钱有势的大人物请到私人俱乐部 试图用自己名下的房地产项目融资 却没想到被一名赋予而来的警舰给搅黄了 众所周知 哪个高层还没有几个经商的酒肉朋友 警舰麦克也不例外 但当他听说金爷是犯罪分子时 立刻划清界限配合反恐特警演了一出戏 当着所有人的面拆穿了金爷的套路 因为他房地产项目的市场评估是假的 所以这个项目不仅不会带来收益还会赔钱 这样一来他圈钱的目的又泡汤了 无奈之下 金爷只能铤而走险 特意联系上了一伙外地的买家进行毒品交易 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却不知这一切都已经被警方监控了 接下来只要交易双方亮出货物以及现金 然后再把小手这么一握就证据却走了 反恐特警们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 轻而易举就干掉了几名毒贩 有一名头目想要开车逃跑 结果脑袋差点被特警给装报废 金爷也没好到哪里去 一个野蛮冲撞就起不来了 听到队友这边播报金爷被抓的消息 红都悬着的一颗星爷总算是踏实了